Yo 欢迎回到Pico Radio花瓣广播 我是管木 这期因为我们又是录的这个视频版的 如果你看的是视频版 就也看到嘉宾了对吧 Danny Hi everybody 怎么又是Danny 天天给你录 说完了英语说汉语 Five more minutes Five more minutes Continued 对 这次不是five more minutes five more minutes是我们用英语聊 介绍中国花瓣到海外 今天是Cave Radio Cave Radio上一期和DbH小猪聊了一期 关于这个Time Park 中国小孩去国外训练的 这一期呢 继续是聊中国花瓣去国外的 为什么找Danny呢 Vision今年的Tour 对吧 哈萨克斯坦 看我们旁边的大屏幕 要上了 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这个片子应该已经上了 都已经看了 在录的时候还没上 我也看了 很牛逼 挺好的 Thank you 拍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这期就给大家讲一讲 Vision的这一次 去哈萨克斯坦的这个Tour 好吧 Let's do it 中国花瓣 今年其实Tour的不是很多 有几个品牌做了这个Tour 出国的就更少 上一期说的小孩出去 那些都是什么训练比赛那种 对吧 就不是这种很滑板的这种Root trip 这种Tour 对吧 尤其又是去东亚的国家 那以前可能比如说什么日本的 美国的 对吧 去东亚的就很少 我印象里的 你像波仔在很多年十年以前 在Converse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过俄罗斯 蒙古 蒙古俄罗斯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次你们这个哈萨克斯坦 是怎么选的 第一个问题 卡萨克斯坦 觉得第一去的人不多 可能尤其中国的滑手 对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就是说 有一定的吸引力 他那个我们之前看了一些片子 包括他本地的这个 一些滑手有联系 是其实是shout out 那个kenny reed 帮我们介绍 还有patrick patrick warner 他们去过几次 me the stands 所以他们去过 yeah 他们那些stand都去过 kenny没去过 但是他认识那边那边的人 然后patrick去过好几次 所以他们做这个介绍 然后他们那边也发了这些地形给我们 我们看了一下 就觉得哇 这个地方 呃 他有两个大的大的城市 一个新的首都 阿斯坦那 还有一个是阿拉姆土老的 呃 然后我们看了这些视频 看了这些图 就觉得他们那边的地形 真的是太完美了 就没有什么人滑 所以skater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他肯定是想去 呃 找一些新的地形啊 然后去一些没人去过的地方 同时呢 就说我们vision的滑手 他们有这个动力 去真正去tour一下 就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太多中国的这个滑手team去外国 可能快速一个比赛啊 来回或者一个什么集训啊 这样子 呃 他体验不到这个可能真正的跟local skater交流啊 就像其实咱们以前一个tour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有点想回到就是让这个他的essence吧 让我们的滑手去体验这个 哇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还是有patrick介绍了哈 那我就知道了 因为patrick有很喜欢跑嘛 他自己不是还出了一本书 他就是要把亚洲的所有的国家都去一遍 对吧 他去过很多地方 OK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哈萨克斯坦 第二个问题 哈萨克斯坦在哪 是靠近新疆吗 他是在我们那个大公鸡的屁股那个地方 对 是吧 对 他是世界上第六大的一个一个国家 哇 所以没人会想到 然后他是那块区 也是非常发达的 那特别搞笑就是我们飞进去的时候 他城市其实在左边 那我坐在飞机右边 然后我再往右边看看 这个地方怎么说一个新城市 什么都没看到 就是平地 然后全是草原 我这个地方怎么滑 我还担心 你知道 然后他们就是滑手 他们都坐在左边 然后再往左边看 就各种各样拍 然后总算叫上我 我才往左边看 我城市在那边 爆打一个 全部是空地 所以他可以有的好照 OK 要飞了多久 这个要飞很久了 飞到新疆都要几个五六个小时 他从上海没有制达的 所以去还比较稍微麻烦点 有北京 有乌鲁木齐 然后有西安 可以转 这三个地方 上海没有制达 OK 好像没有制达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走的话 加上流程过一晚上 整个一个流程将近24个小时 哇 这24个小时都能到南美洲了 没错 他目前不是特别方便 从上海 OK 好 第二个问题在哪 在西边 鸡屁股的那个地方 然后你们是几月份去的 我们是滑板日刚刚结束 七月初 这次的人员构成有哪些 你 team manager领队 team manager Kurt Kurt 我然后拍摄团队 TerryC 大家可能知道 所以是然后上语 谢时 谢时 然后花手的话 小猪 朱普元 然后那个萝卜 杨战兵 还有金正宇 阿斯纳 大家可能也看过 拍播不少我们微信的片子 所以这个风格 我们这次成立团队的时候 当然大家正好也是有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空 然后呢 就是这个团队 大家都比较熟悉 OK familiar 大家都一起合作过 很多个projects 然后这个风格 这个质量 可以维持这个品牌的 这个一个style 阿斯纳之前 你们去新疆的 那个也是他拍的 对吧 新疆的一个 那个开场 给我印象很深 那个景也很美 但感觉好像动作 稍微少一点 但这次就会更丰富一些 对 这次更丰富一些 翻tour 每次tour都不一样 核心滑手出去 是拍footage 拍动作 动作 当中有可能很多 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 I don't know 天气 whatever 然后这一次呢 Kill Club 是像上雨也去了 上雨还是一样 去拍一个vlog 就拍一个纪录片 纪录这个行程 Lots of good stories 这次包括好的故事 对 所以你们听到 这个节目的时候 这个片子已经看了 可以上了 但是那个vlog 可能还没上 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 然后再去看那个 接下来我们会发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在我们的微信上 就是kcskt 如果你想看这期 播客的视频版 可以去这个微博 或者是b站 关注我们Kill Club K-I-C-K-E-R C-L-U-B OK 那咱们回来 你们在哈萨克斯坦 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我们两个城市 待了两周 听上去是很丰富 时间完全够 但是我们就说了 travel day 去24小时 回来24小时 你就已经是回到12天了 对 然后当中有很多 这个travel time 它的国家报道 我们刚说了 然后它那个 当中就是再到一个城市 一天 所以其实听上去 时间很多 但是其实被赶 被追 或者什么东西 就暴躲的情况 其实真正滑板的时间 不多 你们这样子说 但是效率 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对 而且这次你们带的摄影师 谢时 谢时也很有经验 谢时对整个的西部地区 应该是比较有经验 对吧 他是去西藏 这些 他好像在新疆长大的 所以到时候 谢时拍的照片什么的 你们自己会发 应该拍了很多吧 你自己一片公众号 也发不完 是吧 有没有什么用法 做个展 或者怎么样 我们这个 我们后面会有 我跟你们合作 我们会有这个print 会可以当奖品 So we have some special prints 谢时 Terry谢时的特色 他的风格 他的magic 然后 做了一些照片的海报 到时候我们来做抽奖 那个像纸特别好 你们到了以后 第一展先落在那 刚开始的时候 去的这些滑手 应该都是第一次去 对吧 Oh my God 有些可能第一次出国 小猪他去过 俄罗斯一个比赛 很快 然后就回来了 所以他们 就是可能没有出过国 这么长期 然后 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 就是阿斯坦纳 为什么呢 是后面到阿拉姆图 它正好是一个首都节 不好意思 不是首都 是个城市节 然后呢 我们会以为 就是可以可能 很好玩 拍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先去了阿斯坦纳 不然的话 就是反过来 我们直接去阿斯坦纳 然后特别搞笑 到了那里以后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crazy 就是第二天 就是金砖 Brix 大会议 金砖国家会议 国家会议 就在那 世界上 然后咱们的老大也去了 对吧 世界上12个老大都去了 好 好 搞笑 所以我们也爆料 而且因为它很多地形 大部分的地形 都是就是它的这些 比如说广场 或者是展览馆 所以这些地方 全部都是部队 或者是兵 或者是保镖 或者是交警 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肯定了 然后它的酒店 全部珠光 所以也找到住的地方 我们还算比较幸运 我们订的比较早 但是几乎路上 全部是堵车 有媒体 有everything 就你可以想象的 这个整个团队 各种各样团队 全部都去了 所以 crazy 第二天早晨爬起来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直接去第一个地形 咱们住的地方 我们住的地方 就在那个 中国大使馆和 美领馆 就在边上 而且 差两天就7月4号 就是美国国庆 所以报告 就是 Kazakstan 就是个大party 那个时候 everybody都在庆祝 然后我们就去了 第一个地形 很休闲 觉得怎么马路上 这么多警察 没想这么多 就滑到地形 也没人管 然后滑到地形 以后 大家开始热身了 看他一部分是拦掉了 我们就先不到那部分去 其实他们是后面准备开会 所以大家看到 可能像央视上的 或者全球的 这个新闻派出来 他们升过旗 就是在我们滑板 我们滑板就在边上 然后有个警察 就是这个警察 他过来 然后就是开始 跟我们聊天 管我们 我们刚刚开始 以为就是说 他还挺客气 无所谓什么 然后不太对劲了 不一样的检测 而且是便衣检测 就是那种 没有标志的 也开始停了 全部都来问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然后这位警察还算不错的 他就开始跟我们聊天 然后就说 OK 这里不准滑板 但他还跟别的警察说了 就是说 OK 没关系 我搞定了 然后他们就去解散 所以这次我们才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会议 他为什么会说中文 我觉得可能是 I don't know 但是他中文说的包好 对 我们也惊掉了 我在想 大家肯定是英语沟通 或者沟通不了 就很麻烦 但他非常客气 他就是介绍自己 然后也欢迎我们 但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完全以为他是上来 我说 Oh shit 一天拖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就算了 但是搞不清楚 比如说 他是想要个红包 还是 因为别的警察 开始来了 我们在想 Oh shit 第一天 第一天 Tour First day of tour 大家都要进去了 那完蛋了 对 OK 那你们在那里拍的 这段时间里头 有没有跟每一个城市的 这个local skater local的这个滑板群体 见到呀 什么的 交流 Yeah 你看国外的滑鼠 来中国都找一个 这个tour guy 你们有没有 Yeah 所以skateboarding That's a beautiful thing 最完美的 就是你到世界上哪里 你网上就会有 一些朋友 对 他也willing 他OK 他花他的时间 带你去他们的地形 所以 当然我们去之前就联系了 但是 很热情 非常热情 带我们去吃他们的本地的菜 就是带我们去地形 介绍 帮我们做翻译 所以非常非常热情 就每个城市 你们有一个tour guy Yeah 阿斯坦那特别搞笑 他们没有一个板店 所以是他们这个 他们整个那个大城市 没有一个板店 没有 对 阿拉姆图有叫wall ride 然后阿斯坦那没有 但是他们有类似 就些滑手 0033 所以他们那个 他们 Kazakhstan 国家队的教练 带我们去 揭示地形 挺搞笑 OK Wow Yeah 那这两个城市里面 拍的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哪一个spot 或者哪一个地方 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事 Yeah 太多了 这个可能我们看片 Nothing really comes to mind 太多了 但是阿斯坦那 它是一个新城市 你去的话 它是新的一个首都 然后就是可能 近15年开始造 它还在造 继续在造 特别怪 它的这个大理石地形 很多东西看上去 就跟中国一模一样 我觉得大理石 都是可能 我们这边运过去的 大理挖出来 直接运过去 Crazy 真的连Guard 你们视频里面 可以看到Guard一模一样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而且它就是一条 你要找地形 它就是一条直线 所以你从这头开始 滑滑滑滑 就跟着它一条直线 它是穿过 它穿过这个整个 四中心 全部都是旅游景点 和这个地形 所以找地形岛 不麻烦 然后呢 阿拉姆图是以前的首都 它这里就是一个 像老城区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更多 苏联的影响 那个什么 所以风格完全不一样 拍出来的这个东西 也完全不一样 然后人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阿拉姆图的人就说 这个阿斯塔纳 没有太多文化 比较新吗 没有文化 就深圳 深圳 Essentially 所以他们 但是你去的话 确实是这样感觉到 就是阿斯塔纳 就是新的 可能比较西式 咖啡店 什么的 就是披萨 这类的 就比较国际化 但是你到阿拉姆图 就可以尝试到 比如说他们这个本地的 然后文化穿着都可以看到 他们本地的吃的 有什么好吃的 你们在那个期间 饮食上习惯吗 Yeah 我习惯 I don't know skaters可能不一定习惯 他们的后面都去 跑出去吃中餐了 我和谢时大概是老pro 所以我们吃这个没问题 牛羊肉就跟新疆一样 一模一样 牛羊肉 然后就是烤肉 天天烤肉 手抓饭 然后就是囊 冰 起司 那里可以喝酒吗 可以啊 他虽然是这个 好像穆斯林为主 但是他 我们到他的一个 一个像菜场一样的 一个地方去 然后他们就是 很怪 牛肉 羊肉 马肉 然后 什么都有 然后就是没有猪肉 没有这个 但是你到西餐厅 他有bacon 你可以点 然后这个 就几乎everywhere 那是可能是老苏联的影响 我这家everywhere OK 消费呢 便宜 每个team出去都会有个budget of course 然后阿斯坦 其实就整个 他比上海消费便宜 就是我说住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金砖 所以特别贵 但是比如说像吃什么的都是比较正常 咖啡便宜15-20块钱 人民币 20人民币 OK OK 好 差不多 我觉得那么接下来呢 就在我身边的这个大屏幕上把这个片子从头放一遍 我跟丹妮一起看一遍 一边看呢 他可以一边跟我们聊一聊 在拍摄的当时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事 这个警察他肯定没有觉得他会变成封面上面我们skate video的这个主角 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片子刚一开始好像是个荒野里面 Yeah 这个是他们那里一个著名的一个自然地形 是一个这个大峡谷 然后他们会有这个这条路会有一个车 看你进去老苏联的这个面包车或者运输车 在后面会有那个车的画面 那个这部车坏了六次 我们坐这个车真以为要死掉 不是着火就是要爆炸 真的太牛了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你们故意找一个地方去取景 对吧 Yeah 这个肯定要去一下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这是你起的名字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tour 大家都会后面tour结束会有个主题 不管是比如说一个歌词 还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一半都是等到tour结束 我们会想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在群里面这个问的时候提了几个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一个主题 就是大家玩的也高兴 虽然累虽然可能受伤了 但是而且碰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不是很遇的 但是大家都在说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就是考虑 就是真的是很好玩 特别好玩 而且特别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 一个experience 其实还可以再给他加一层意思 就是Maybe we should go back 就是回到以前tour的这种skate culture That's true That's true That is true For sure For sure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to that time Good one OK 那是他城市的全景啊 什么的 对吧 有一些雕塑啊 这些就是 哇 无警什么的 那肯定就是开会的时候 哇 车队 VIP 这个那个老车 对吧 OK 片子一开始有一个快速的混检 有一些很精彩的镜头放在一起 这些姑娘怎么回事 Well that's why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Yeah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需要回去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那边的姑娘热情吗 Yeah 其实他们对 因为他们可能滑板人也不多 他们不接触 所以他们对就看到也比较好奇 就是他们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很内向的 他们非常热情 就会出来跟你跟你自己就聊啊 他们就英语的 可能英语他们也不是特别好 但他们会问很多问题 他们就很好奇 哪里来 但那也不是说 好像很偏 他们没见到过 比如说中国人 也有互联网 也可以上都看到 那你们晚上都去哪里party 那你要问话说 你晚上就直接睡觉了是吧 累死掉了 小竹上来 第一个就 Keep free Francai Borslay 这个就是你说的很像中国的 就像大理石台子 对吧 所以 所以像刚刚那个地形 你可以pause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地形 就是那个地方 我们自己留了 只有一天滑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 他会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我们正好是在那个城市 六天 他会就是五天 然后所以我们就一天滑那个地形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这个 tricks全部都是一天排出来 其实准确来说是半天 因为后面开始下雨了 但我感觉像那种地方 也没有保安馆 其实还是挺好的 Yeah It's crazy 我们就有点像十年前的上海 对吧 Absolutely 对 就是他 而且他不是很适合 就是说 除非你刻意去 就是说你路过的话 不会去 因为他很里面 离这个步行街 所以一般人不会走进来 所以他很比较偏 Chinese food restaurant 是中国人开的吗 中国人开的 我看两遍都没注意到 那是一个中餐馆 Yeah Same 这个地形 这些胶片的素材 也是阿斯纳带的机器拍的 是吧 对 设备带得不好 挺有感觉的 P2胶片 胶卷 这个地形也是 也是他们一个地标 然后这一排 就是我全部这一排 全部是大建筑和地形 也像中州县那种 Right 但这个现在有一个 他们可能地松了 所以这个地 为什么杨战兵是这样子过来 就是鞋子过来的 他之前是可以 比如说直的过来 frontway那里过去 其实那样的话 动作更多 但是他这个地已经有个gap了 时空质量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刚刚那个被赶掉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划这些地形 因为那些地方全部都是 有小孩跑酷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雕塑是谁 雕塑是谁 好像是他们前上的那个人 但他们这个是他们好像一个大学 大学对吧 其实这个gap挺大的 看上去不大 但真的很大 因为他要先pop 然后再藏 这个主要品可以的 从这里竹划 我猜 然后这个backward lady 你现在看不是怎么样 但是很宽 对 allewed backward lady 这个是他们一个老的公园 往里面看的话 他那个建筑完全就是像老苏联那些建筑 特别夸张 特别打喷泉 然后到那不允许滑 以前是可以在里面滑的 这个就是一开始你说坏了好几次的那个车 对吧 That's a death trap 这个谁叫的这个车 谁联系的这个车 他那里只有两种办法 你要么是自己租车 然后要么是可以称他的这个车 然后我们租的车就是轿车 OK 这个是他们景区自己的车 是他们应该是不能算景区吧 是他们像个体户 就是老老driver 老老司机 老头子 老头子司机 叼了烟 带了个那个什么苏联帽在那帮你包开 这车子真的吓死我 就安全带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不用说了 安全错 就感觉你 他那个那个门像个皮带绑了 你说就是就是真的感觉 就边开零件边掉 但他开了这么多几十年了 所以 I don't know 质量应该还是不错 美是很美 对吧 真的很漂亮 特别漂亮 小猪来了 这个可以啊 Front Nose 爆高兴 这段小猪的这个杜白也特别好 那里有一个 你看到 河华打了一个茶 华板没有打茶 特别搞笑是 我们问本地的华手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 我们问本地的华手 说这个是 他们是 就是市政府或者这个谁放的吗 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吗 他们说 不知道 他们觉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华手做的 但是他做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材料 是跟城市的一模一样 然后放进去了以后 也没有人动 也没有人动过 然后也紧张没有管 就以为 隔语路 然后被就是被路人讲的时候 我们指了一只这个 然后他们就不说话 就特别搞笑 就放个扇在那里就OK了 这个也是那个建筑 大家可以看到 对对对 而且跟着我很像 贴个瓷砖 贴的质量也不是很好 贴的高差 而且他只能他 视频里面看不到 但是他是拐弯 所以加速特别麻烦 这个是在他们大学 大学那个门口 而且那个地特别糙 对长着草 我不光地 就是而且那天 我们去的那天 是他们毕业 7月份是正好毕业 所以又是门口摆 摆那个各种各样 什么事都让你们赶上 对都被我们赶上了 所以要去的话 下次不要去月份去 他的英语还挺好的 发音什么挺准的 年轻人英语都都大部分还OK 他是在大学里碰见他了 对他自己滑板吗 他我们跟他说 我们说duo kickflip 他应该应该做成果 只能这样子说 但不应该能说是skater吧 J-Z-Y J-Z-Y是董百拍的 他挺上镜头 对对对 非常幽默 这个这次整个 这个double set挺大的 那里 heart flip 它sack 这个非常长一个front blunt 刚刚那个还sack了一下 Yeah look at that 帅 帅 帅帅 然后萝卜在这还崴脚了 受伤了 那个上雨 然后他背出去了 下大雨了 车叫不到 你看片子拍照 这个gap 所以萝卜从这个上面冲下来 那个gap机挺吓人的 这根gurlocal报告小 他们一直在跟我们说 他们说这个gur我之前想过 一直路过看过 但是从来没有滑过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去就直接被我们的滑手干掉了 你们去了有一点美国pro来中国的感觉 对吧 他们我觉得就其实你这样子比的话 他们很多熟的地形 当然他们有hometown advantage 他们经常滑的 所以他们上招都适应 但是明显一看大杆 他们还是比较可能没地方练 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滑手去大杆 就是还是拿他们干掉 当然不是说目的是去拿他们干掉 但是我觉得给他们很多动力 因为我们看到的能滑的东西 他们可能没想到去滑 所以这个在一个时间长的地方 或者不出去 我觉得就是有这个 其实很多东西是交流交换 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么多 可能video或者footage 但是他们就我们的滑手一去 就说这个是possible 这个可以滑的 他们就滑 不然的话他们就像plaza skating一样 每天就去到那个地形 可能花点平地 做几个grind就完事了 所以我觉得 他们那你们接触到的 local里面水平最高的 大约是什么样的水平 这比国内还是差 还是差一点 OK 但就是说 他们那边挺chill的 但可能就像小地方 他没有太大的这个什么marketing 或者没有什么太大的赞助 所以他们就是skate for fun OK 刚才其实金生也还说了一句话 不装逼网话版干嘛 对啊 必须要装 必须要装 就这个老师 给你谈多少钱 nice 本地的那个板垫也会做一个收银 OK 好了 这个就是这个片子七分十二秒 Vision 今年的tour video 明年去哪里tour maybe we should go back back to Kazakhstan OK yeah 其实这个 我觉得tour这块还是非常重要 你说去哪里 I don't know 可能我们跟团队一起商量一下 我觉得这个决定 不需要很急着去做 不一定说是为了 这个什么商业原因 或者什么大原因 我觉得最重要 这个一个做一个国际tour 带中国滑手去做一个国际tour 一定就是让他们去体验 去吸收到 这个他们出去玩 玩得高兴 气氛好 这个才是skateboarding culture 交流 对对 不然的话 其实你说去哪 哪不一定是最最重要的 你说滑这个台子 其实咱们比如说国内也有 或者是深圳 深圳也有 美国也有 但是他去 他得到这个体验 最终我觉得核心 品牌 他要做的事情是 推广这个文化 然后他的skater 他的skater 要体验这个文化 他才知道skateboarding 是什么一个事情 对 他不是一个单独 单独项目 其实 Cool Respect 能带中国的滑手 出去看一看 对吧 不只是出国参加比赛 是真的出去tour 去多看一看 走一走 和本地的滑手 交流一下 Nice 还能带回来一个片子 这个才是动力 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的滑手出去了 他们回来 他们就觉得 我又找到 我又重新热爱上滑板了 找到那个像感觉了 你知道 对 每一次出一套的时候 回来我们做节目 聊天 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这个片子 可以去看一下 关注一下Vision的公众号 或者去看我们的号也可以 好吧 最后 也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 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尽量 后面所有的播客节目 都拍视频版的 因为我发现 很多人还是喜欢看视频版的 而且视频版的 发到B站上以后 效果确实要比 纯音频的要好一点 B站同样的 然后后续呢 我们也会陆续的发 他们这期讨的一些 幕后的纪录片 大家一定记得 各个平台上 小红书 微博 微信 B站 抖音 都关注 我真的鼓励大家 正片看好了 看这个Vlog 张鱼拍的 因为我自己 我个人还没看 我也特别特别想看 因为里面的故事 这个片子可能 没有拍到 但是那个片子 是讲整个故事 对 这个只有七分钟 你要两个星期 只有七分钟 那个就可以更多一点 OK 好吧 那谢谢 好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 我们下期再见